一個正常的譯喻句 它必須包含這三個條件 我說是正常的譯喻句 所以會有不正常的譯喻句 好 那這是哪三個條件呢 我們必須包含語體、語詞跟語意 語體就是你拿來比喻的主體、本體 那語意就是你依靠著那樣東西來完成整個比喻 完成整個譯喻 老師像獅子 這個句子 你看我剛剛說一個譯喻句 一個正常的譯喻句必須包含三個角色 一個叫做被拿來做比喻的主角、本體 一個叫做被拿來做比喻的依據 依據這東西可以完成整個比喻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叫譯詞 譯詞就是把主體跟最後這個依據串起來 好 那我們問你如果以這句來說 請問哪一個是被拿來做比喻的主角啊 老師 所以這個叫譯什麼 譯體 好 再來 那我依據什麼東西來比喻這個本體 依據獅子這個東西來比喻這個本體 所以獅子叫什麼 不是啦 所以獅子是我們的譯體、譯詞、譯依的哪一個 譯依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強調這個詞 我依據 這不用抄喔 注意聽就好 我依據獅子的狀況來比喻老師這個主體 所以它叫譯依 我依著它來完成整個比喻 好 那誰是譯詞 像 像叫做譯詞 什麼叫譯詞 就是當這個詞出現 我們通常有87% 好 沒有啦 就是我們會有一定的比例 覺得它就是譯譯譯句 當這個字出現就覺得喔 譯譯 喔 譯譯 那你還會常常看到哪些譯詞 欸 不錯耶 不錯耶 來來來 我們把 就是說你一看就知道它是譯譯句的喔 對 來 我們把這幾個譯詞 比較常用的 老師寫給你 沒錯 第一個 我們第一名一定是像 你看到像就覺得它一定譯譯句 對不對 但是我等一下要跟你說不是譯譯句的狀況 對 考試就考這種地方 你看到像就覺得是譯譯 它就偏偏考你寫個像 但它不是譯譯的 有這種句子啊 而且你平常講話就會講喔 我好像快尿出來了 有沒有譯譯 你說老師 有耶 有我 也有好像耶 那浴衣咧 尿出來不是一個東西啊 那是一個狀態耶 對不對 所以那個 我好像快尿出來了 不是譯譯句喔 還有一個天空好像要下雨了 不是譯譯句喔 你看明明就有好像有像 它就不是譯譯 你看這種考題就會考到這種地步來 來來來來 像喔 基本上一看就會覺得是譯譯 還有一個如 好 似 好 似 弱 彷彿 好 再來第二種類型的譯詞是 雖然不一定是譯譯 但是你會覺得它也有很高的比例 就同學剛剛有講到是 好 是跟為 蛤 逗點 等一下會講那個逗點 它不能算譽詞 它叫省略譽 好 是跟為也是譽詞喔 好 好 那 如果是 來我這邊再括號繼續寫喔 如果是古文還會有這幾個字 好 接 跟奶 跟鈣 來 這都有可能是譯詞 都有可能 但比例不高 所以我幫你用括號 那但是最常用的是前兩個 最常用的是前兩個 後面這三個有時候會出現 很偶爾 那也不需要去背這個 好不好 那譯詞最常看到上面這一組 好 如 若 如 若 似 像 仿 伏 那 同學我們現在就回來囉 回來我們這裡 這個地方我們先把圈圈叉叉寫上去 剛剛我說正常的譯詞 三者都要 全部都出來 你明明白白知道它是譯詞的 我們就叫名譽